嗨 各位車友大家好 我是李翰老師 我們今天要來講大陸車友寄給我們的影片 那一樣 我沒有去過那個賽道 我也沒開過這台車子 就我所見的發表我的看法 好嗎 那如果有講不好的地方 或是講不對的地方 請多多包涵好嗎 OK 那就這樣囉 開始 他一開始就來個很大的失誤 因為他煞車煞到這樣啊 在進化 這個車有開這個高速的連續彎還不錯 你只要聽那個引擎聲音啊 他只要稍微盪下來啊 盪到這麼低啊 然後再推出去 其實應該就可以判斷 其實這是不太對的 不是過那個彎的彎速有問題 不然就是 你看又來了 剛剛是不是聽到一個聲音 這個車友好像會有一個 就是慣性的失誤會在高速煞車的時候 他踩煞車不是那麼準 然後變成他會這樣 我之前有遇過一個車友 就是 這影片已經結束了 我之前有遇過一個車友 就是 他每次刷車的時候都會這樣 就是這樣撇一下再這樣 撇一下再這樣 就是他要進彎的時候 刷到車子跑掉 然後再進去 跑掉再進去 那 他只要每次一跑掉 再進去 再回再要進去的時候 我車子直接洗到後面去 因為我車子是直直的撒下 OK 所以就是 你在進彎的時候 那個動態一定要保持好 就是尤其在進彎 彎中出彎 那個動態非常重要 因為那動態就關係到你的彎速 對不對 如果你在進去的時候還在跳舞 那你怎麼讓你車子就是很順的 很穩的一個 或是很極限的速度繞過那個彎 對吧 那基本上你在這邊 那個抓地都已經喪失掉了 你不可能有很好的彎速 了解嗎 而且再者 我講一個觀念 我們要怎麼讓車子減速減下 有兩個 放油門不要講 OK 或是撞到輪胎講不要講 怎麼讓車子減速減下 很簡單 第一個 踩煞車 這廢話 第二個 打方向盤 你方向盤只要有打 就是製造它前輪的阻力 就是利用前輪去製造它的阻力 懂嗎 因為車子不是在前行嗎 你變成你是打這樣 對不對 它會有點就是 有點推著這個輪胎這種感覺 這樣了解嗎 OK 所以你看喔 它剛剛這樣煞車 其實 搞不好它這樣煞車 那個速度已經夠了 如果它可以順順的帶進去 欸那個車的動態 是不是很漂亮進去 可是你看喔 它這樣煞 煞到又這樣 欸 多煞了一點點 為什麼 因為這個方向盤幫你多煞了一點點 這樣了解嗎 OK 所以 這個就是 我看起來 我覺得這個都是算比較大的事物 OK 這個應該要練習到就是 我們煞 出彎 應該是要這樣 不會有這樣 煞 進 不會有這樣子 OK 因為這個再這樣 那個車架都要扭去 那都是多餘的動作 OK 而且如果你有聽那個聲音 它之後的那個轉速再拉起來 就不是那麼的漂亮 OK 尤其是 像這種事物 千萬不能出現在 就是有很長直線的前一個彎的時候 也就是這個彎出去之後 有很長的直線 你要記得 一定要幹嘛 那個我一定要小心的把它處理好 好嗎 OK 那我就講到這裡了 OK 歡迎 如果有需要 就是我發表意見的影片 歡迎再寄給我 OK 那有問題也歡迎在下面留言 好 那就這樣子了 拜拜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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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